3 2 1 一年一度的單車節 星期日清晨舉行 賽事分成50公里 30公里 與國際單車聯盟1.1級公路賽 當中50公里賽一共逃經三碎三橋 最終回到尖沙咀的終點 第一批50公里賽參加者 六點多回到尖沙咀的終點 今次第一次參加單車節 很開心可以沒有風 即封路之後可以暢通無座 踩上橋 青花大橋那時開始日出 感覺非常之好 上尖山隧道那段路是斜一點的 但其實沿途三橋沿途風景都很美 剛才看到日出 剛剛光的時間 感覺很亮很棒 今次比賽也吸引到 不少外國的選手來參加 來自泰國的兩位女車手 就大讚香港的路段環境好 不過今年也發生不少意外 造成至少11個人受傷 對於是否道路設計出了問題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主席梁洪德 下週會見傳媒的時候就說 賽道設計和往年相約並沒有問題 認為比賽有意外是偶然性